哈囉,大家好,歡迎到YA Diary 我們插紙一算可以發現到 在這個頻道裡面已經一個月的時間沒有紙膠帶或PET膠帶的身影了 然後再插紙一算母親節快要倒啦 所以這一回我們就要把這兩件美好的事情MIX在一起 那就是我們這一次的我只在乎你的母親節新品開箱 先來看這個品牌加雞腿商號 那為什麼會取這個名字呢? 據說是因為表現很棒的人可以加一隻雞腿的這個梗 所以才這樣子命名的 這一次兩項新品分別是紫色之夢還有天空之鏡 兩款都有加點貝殼光看一下是不是閃得很精緻啊 紫色之夢的繡球花搭配的物件走一種少女浪漫風 那天空之鏡啊我會覺得呢有一種想像力的延伸 適合用在魔幻或是開放式畫面的營造 也可以加一點巫師或精靈類型的角色 三暗翼在這一次的檔期出了三樣的新品 分別是兩款花還有一款精靈 先來看森林精靈 它的用色比較清淡很符合想像當中 另一種會在雲霧當中出現相當清冷氣質系的存在 那至於這兩款花花分別來自薔薇科還有結梗科 暖色和冷色調讓它們各自營造了不同的氣氛 它們還有各自搭一些色塊和框框 方便大家做拼貼搭配 那比較特別的呢是還有一點哦 在大風林的裡面有中文字的素材哦 品川日的話先來看兩款建築相關物件 都是在我很喜歡的向日葵花海當中 與鄉村和農莊風格的建築搭配 下看之下風格相似 但我們可以用建築的調性做一個區隔 像暖陽好日啊它是磚塊房子和淺色木屋居多 那今暖大地是有風車以深色木屋為主 再來看到奧斯丁之守護還有奧斯丁之魂 奧斯丁的花語呢是守護的愛 可以包含親情友情和愛情 這兩款有著不同尺寸和角度 但是都很富麗堂皇的浪漫花卉 可以依照你喜歡的色系來做選擇 盒子貓工房呢是我第一次接觸的品牌 鶴雨春芽還有鶴雨新夢 主角是這位鶴鶴 這種紅罐類的鳥類啊 就是那種優雅站著的水鳥 讀處的時候感覺很乖巧沉穩 那兩鶴在一起 可以呈現出相親相愛的感覺 旁邊呢還有一些小物件啊 方便搭配使用 一樣是同個系列 兩種不同的色系呈現 再來看到鶴春系列 同樣是兩種色系 有別於一些成熟款的花卉 它呢有一種粉嫩可愛的感覺 我的想像呢 是它們可以用在小卡片上面 前面搭配一個可愛的小主角 再裝點一點小東西 就會相當 cute 日清故事還有預光秘密 這兩款都是黑色長捲髮的美少女 穿著類似的學生制服 那旁邊的配件呢 是泡泡和猩猩 人物的表情姿態不同之外呢 那一款是藍粉色系的 一款是藍紫色系 有一種夢幻又青春的感覺 剛才是兩款美少女啊 再來這兩款可以說是女神派了 服飾相對的華麗 旁邊搭配一些花草還有便簽啊 性質的組合 那兩款不同的色系 也會帶出不同的氛圍哦 我個人是認為啊 前面的妹子們可以住在這兩款城堡裡面耶 那我自己在練習拼貼的時候啊 很喜歡一次弄兩張同系列的作品 那目前幾組看下來呢 色系不同 內容也不盡相同 不過風格和元素使用起來 就會有一種同系列的感覺 像這兩款城堡啊 也分別帶出兩種氛圍 而且他們都帶有紅光哦 非常美麗夢幻吧 目前三國來啦 這一次推出的七項新品裡面呢 有五款和人物相關 與蝶少女她具有動畫漫畫的風格 這個循環裡面全部是妹子 只有這項是個物件 上面氣泡是日記的酒吧女孩 搭配一些飲料啊 調酒還有小框框的元素 風格十分鮮明 接下來冰鑽精靈和仙子 我歸類在同一個系列裡面 這邊的精靈和仙子 搭配了不同的物件 不過形象呢比較相似的 我覺得pick重點呢 是可以放在角色上面 如果喜歡比較女人款的 就選精靈 喜歡萌妹子 那可以選仙子 那華麗晚宴呢 當然是人如其名啦 她整體營造的氣氛 很適合放在塔羅牌啊 或是神秘的風格拼貼上 比方我們等一下會看到的星空書 還有前面加地腿商號的天空之鏡 那她這一款還帶有貝殼光 很別緻的 替作品增添了不少貴氣感 星空書來啦 這邊呢 已充滿宇宙和魔幻感的色氣呈現 和剛才的華麗角色 還有前面看到的很多種妹子哦 搭配起來應該都是滿棒的夥伴哦 那繽紛小蟲這裡 充滿很多彩色系的物件 搭配這種寫實風的小蟲娃娃 我覺得有一種復古歐式的美感 另外還有一靈米和大梨佳的新品 喜歡的話不要錯過囉 我臉還可以嗎 你的髮型還可以嗎 髮型比較好嗎 新的髮型不錯耶 有Q毛耶 有Q毛耶 好啦 以上是這一次的 我只在乎你母親節新品開箱啦 不曉得這裡面有沒有 您各位喜歡的品項呢 那我們前幾天的直播呢 也有新品的搶先看 這裡就提供了一下 他的新品販售時間 各位呢 可以去充一波啦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哦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